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唱起来要很轻松自然一点 就是该有泡玩的要有泡啊 就还蛮期待的 因为可能对他来说 平时都在拍戏为主 我这边近几年 也是做影视音乐为主 特别是他自己的 这张个人的EP 就存一个艺人自己像的 一个这样一个专辑来说 我们希望有一些 不管是从我的角度 还是他的角度 就是我们回归自我 回归到音乐本身的一个火花 挺多有趣的事情 今天录了一首歌 他原本的key比较高 然后我提早设计来讲 我是觉得可能会比较高 难唱 我就把key降下来了 降了一个全音 但结果我们发现 他其实音乐还蛮适合这首歌的 我们就把他升回来一个扮演 就发现好像还是不对 最后发现原来原key他是完全OK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我们其实这一次 因为是他个人专辑 整个都是基于他本身自己的一个调性 包括他的唱法 我们编曲的方向 音乐的设计 都是基于他本身的调性和基础上 所以这个会体现出一个完全和之前不一样 最真实的艺人的感觉 其实我们整个录音都非常顺利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 就我没想到他这么能唱 就没想到录完第一首 然后还自己很主动的说 我要继续录下一首 然后状态也非常好 这点让我非常震惊 就是他我鼓励他以后可以多唱 就是基础非常的好 对然后整个的音乐的律动 还有音准都让我觉得特别的OK 对非常期待成品 说你好 像明天飞吧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